嗨 大家好 我是希哥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的菜是什麼 就是蔥蛋 我們一般家庭的蔥蛋 有沒有去外面餐廳吃過蔥蛋 他們外面餐廳的蔥蛋 都煎的圓圓而且非常的漂亮 可是我們在家裡在自己在煎的時候就發現說 外面都煎焦了裡面還沒熟 不然就是整個煎的破破碎碎的 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蔥蛋的做法 其實這道菜其實它困擾我很多年了 其實我以前煎蔥蛋 也是很糟糕 因為我每次煎蔥蛋的時候 要就是外面煎焦黑了 裡面又沒有熟 裡面還生的 再過來就是煎完了之後 外面熟了裡面的蛋也破碎了 於是我們家附近 有一家賣蜘蛛餐的 他們家煎蛋就煎得非常漂亮 不過蛋有點鹹到真的 不過它真的煎出來就是圓圓這樣 一片一片這樣子 於是我就每天去吃這家蜘蛛餐 我就看它怎麼煎 我突然有一天我發現一件事情說 它的煎法是在於它的熟法 而且很厲害 它的火溫用的並不是小火 它用的是中火溫 甚至於高火溫 它做了一個熟法 既然蛋裡面也很容易熟 外面也很容易熟 而且它煎出來就是非常漂亮 而且還不會粘鍋 煎出來就這樣一個圓圓的 非常漂亮 那個熟法我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什麼 三顆蛋還有三支蔥 再來就鹽巴 如果你想要讓味道好一點 就放點味精 但是我們今天是不會放味精的啦 那我們就開始囉 所以我們先把蔥啊 我們把蔥把它切成的細末 不要切太大 切細一點的話會比較好吃 好 我們把它放在盆子裡 這塊就是準備三顆蛋啦 哇最近的蛋都好小顆哦 再就撒點鹽巴下去 再就把它攪拌 好放到旁邊備用 開火 那我們倒點沙拉油下去 稍微的多一點點哦 是不是油已經熱了 我們這時候就把蛋放進來裡面了 這時候絕招就要出現了 就是一直攪拌 攪拌到快要半熟的時候 我們再收手 你會發現這個蛋 已經有點半熟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不要再攪拌了 因為再攪拌它會破掉 我們繼續讓它煎 你會發現說 已經有點焦黃 像這種方式煎出來是外酥里熟 好吃的 來 這是我最不會翻的 我還是翻給大家看吧 來有沒有很漂亮 你看 你看到背面都已經 稍微有點焦黃色 我們讓它煎一下 這樣子只要翻兩面 全部都熟了 這已經完全都已經熟透了 那我們關火了 這樣子煎蛋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非常簡單對不對 我回來了 這就是我為大家帶的煎蔥蛋 非常的漂亮 像這種方法 你可以用在煎蘿蔔乾蛋 紅蘿蔔蛋 海膽煎蛋 隨便你 你要煎什麼蛋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一點就是 你要一直的攪 不要攪到全熟哦 你攪到半熟就好了 只要翻兩字面 它就完全熟透了 而且 煎出來的東西就是特別的漂亮 它真的是外酥 李嫩 而且是全熟的蛋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忙訂閱 分享 按讚 按小鈴鐺 隨時接收我們最新的訊息 跟大家說聲 拜拜